这本方式就是book dsc 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等于当前的这个 for int 对不对 然后呢 ad.strip ad.strip for int 他 然后呢 判断一下if什么呢 if add.strip 通通带领 对不对 .strip strip之后呢 他长度大于你 你还要他 并且什么呀 并且希望他不是这个海报 对不对 这海报这两个字我们是不需要呀 不需要我们就把它删了 不需要是他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呀 这样就可以了哈 我们现在再重新跑一遍课计看一下结果 print一下这个item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bookdsc 是不是有呀 是不是有呀 在这个地方 bookdsc 后面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的 后面这一行是不需要的 这后面一行是我们之前写 正子的时候留下的对吧 这个地方 达到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这个图书的描述给达到了 对吧 然后是这么长的一坨内容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有的地方是分了好多好多段的对不对 有的内容是分成好多段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到底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重复来由 对吧 比如说这个报效效员跟前面这个连载语 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一条数据的bookdsc呢 这个dsc倒是并没有重复对不对 是不是并没有重复呀 这并没有重复这样 然后这个呢 认知 这是一条数据 数据呢到这个地方结束 他也没有重复对不对 好像只有那一个地方重复了 我看一下这个 乌合之中 大荣性的研究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重复呀 这也没有 这么多了这个 看了少了 我看一下这个 无成告白 这个就一条数据 也是没有 就两条数据对不对 他也是没有重复了对吧 也是没有重复 所以这个地方出现重复了可能是这个 这个他数据本人就有重复对吧 所以这种可能性呢 对此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数据本人有重复 来搜一下 看一下网络员吧 报销效员12册 是不到了吗 报销效员12册 收到了呢 报销效员 报销效员 后面是评论的对吧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内容简介 12册戴头 我刚刚看到这个里面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内容的对吧 因为这个里面内容是并不包含在里面 没有这个内容的对吧 没有这个内容对吧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呆头 这个这个内容 这个就一个 在这个内容去让人吧 我塞一下都script的 那么在这呢 来看一下这块内容 这块内容它是这个样子是经过itm编码注的内容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正常情况下呢 它仍然是当我们把代码 当我们把程序把它加起来之后呢 就和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羊的标签一样 那个羊标签呢 它进行过itm编码 所以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对应的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itm解码 对于itm解码的话呢 也是如果我们想在代码里面 对它进行解码的话呢 有个模块叫做itm parser 这个模块能够对它进行解码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是python里面的一个模块 直接能够对它进行解码 就变成中文了 当然如果说我们正常情况下 拿到它的时候 代码里面它本来也变成中文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用管它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对应的页面上有没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itm解码 解不出来 解码还是这个样子 还没有做这个事情 哎呀天方解码 我们的内容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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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 的内容 这里是有一个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拿的内容 这个地方booktsc 在后面内容和前面内容一样的 2006年 2006年8月创作漫画带头连载于时代信息 时代信息报 对不对 连载于时代信息报 这个地方内容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这样 就是这样内容 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个div 看见吗 这个div我们也可以拿过去尝试一下 可能里面也是一样的 这个样子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估计也是一样的 刚刚一模一样的内容 所以说刚刚一模一样的内容 它之所以出现重复的原因就出现了 因为两个地方 它出的内容是就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刚刚这一块 刚刚这一块和前面这个地方这一块 对吧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ProductDescriptionSource 就是什么呢 搜一下 ProductDescriptionSource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没 这个里面好像和刚刚也是一样的 发现了吗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我感觉这个内呢 看这个名字呢 好像是一个 表示的是一个什么呢 表示是一个它的简介 当然我们也可以拿着它去进行一次HTML解码 你看看什么内容是什么 如果它有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取什么呢 H3下面的内容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去尝试一下解码 刚刚刚这个样解出来之后呢 肯定是一样的哈 肯定也是这个内容 因为它内容本来就是一样的 内容简介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我们直接可以拿着 刚刚这个地方 H3等于它下面这个文本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但H3呢 它这是那种简介这四个字 对不对 但是它这是DIV下面 所以这个POST的玻璃PS 这个好像是的 对不对 有ID 对吧 POST的玻璃PS 下面有个ID 其实是有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的呀 所以说我们只用找什么的 找它下面的DIV下面的文本是不是就好了呀 它下面DIV下面的文本 当然这个呢 大家可以进来尝试一下哈 那是刚刚这个程序 刚刚这个程序到这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删了哈 把这个保存这个删了 不然能跑多少 就一堆内容在后面 就是整个程序 其实我们之前的CruiseSpider 区别在哪呢 就在这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继承的Flight不一样了 对吧 现在我们继承的Flight是 这是ReleaseCruiseSpider 那么之前的程序和系统的Flight是什么呢 之前程序系统的Flight 就是我们的CruiseSpider 那么使用它之后呢 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分布式的爬虫 一个分布式基于CruiseSpider这样的爬虫 对吧 然后这是Name 这是AloatMain 运气派的范围 然后这是我们 最终会往对待这个键里面呢 会往对待这个键里面 插入我们的什么呀 插入我们的URL地址 然后最终 如果当我们有多个服务器 通而起动的时候呢 肯定只会有一个服务器 会读到这个内容对吧 其他服务器呢 肯定读不了了 这个地方能理解对吧 那关于这个程序这个地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程序就相当于讲完了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说下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之前当当的 改成这个样子来尝试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 当我们把这个程序 改成CruiseSpider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代码鞋省事不少 很多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不用 频繁反的去写 这地方还有问题吗 大家 应该没有了吧 对吧 看我这儿考了半天 对不对